全新图王对比诗家会上 全新图王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大 它的车长达到了5052毫米 车宽1989毫米 车高1773毫米 全新图王采用了大众品牌最新SUV家族的设计语言 扁平化发光的logo与横贯式的发光隔山相连 并延展至两侧大灯 拉宽视觉效果 彰显沉稳大气的科技感 当我们走进车内 会发现全新图王采用了悬浮式中控交互屏设计 加之12英寸的全液晶数字仪表 和12英寸多点触控的液晶中控屏 配合飞翼悬浮式的分层式造型 带来一种多层次悬浮视觉感受 整体来说看起来也更加的动感时尚 在动力方面 这辆380TSI全新图王它的峰值扭矩高达350牛米 额定功率162千瓦 百公里加速时间近为8.4秒 在直线加速的环节 全新图王的油门踏板是非常轻盈的 即使大脚油门也不会感觉到很费劲 而且无论是在升档还是降档时 它的7速双离合变速箱反应速度都是非常的快 不会感到明显的异扬顿挫 而当波动电子挡杆进入S挡时 那几乎是进入了一个速度与激情的世界 这种刺激感甚至有一点让小编怀疑是不是换了一辆车 同时在紧急变线 U型弯 绕装S弯 直角弯等环节中 可以感受到全新图王转向非常轻盈 说一句指哪打哪也不为过 另外在越野试驾环节 全新图王的DCC自适应动态悬架提供了相当高的舒适性 在经过颠簸路段时 多数都能被悬架吸收 而且有4Motion智能四驱与电子稳定系统在 通过性和稳定性也不必担忧 除此之外 全新图王还提供了8种驾驶模式选择 充分展现了它的四驱硬核越野性能 全新图王在宣传方面一直在讲大不止一大的概念 而在这一次的试驾之旅过程中 我们也确实切身的感受到了这种力量